大家好,我是松宣教的宣教,今天我们继续来解读美国经典黑帮电影《教父》第二部,这一部延续了第一部的故事,继续讲述迈克成为新教父之后将要面对的事情,并且补充了老教父的发家史,全篇气韵悠长,把柯良家族的发家史, 做事风格和家族抵御淋漓尽致地展现到观众面前,为了把故事讲清楚呢,我们把两条错综复杂的故事拆分开来,按照时间顺序进行讲解,那时呢还在1901年,老柯良当时还是个孩子,遥远而贫穷的西西里,永远都是黑手党的天堂,政府早已妥协,黑帮也然成为百姓的主宰和保护伞,维托的父亲不禁和一个黑手党大佬结仇而遭到枪杀,黑老大怕小维托将来复仇, 于是呢决定将其一家灭门,在母亲拼死的保护下,小维托逃到了美国,他不敢暴露姓氏,于是呢取其家乡柯良为姓,并在美国平民区取其生子,柯良家族就此开始在美国生根发芽,维托主事冷静,眼力不凡,可直到二十几岁依然默默无闻,后来呢,他结识了克莱门扎和太西欧等人, 这才发现自己犯罪的天赋,很快几个小伙子干得风生水起,他们居住的一带有一个自称是黑手党大哥的人,名叫范伦奇,他听说维托等人做得不错,于是呢直接找上门,开口就要抽取巨额利益,几个青年惧怕对方的身份全都屈服了, 可生在西欧里的克莱昂却见过真正的黑手党是什么样子,那种前护后拥,君临天下的感觉,绝不是范伦奇这样,身边连个跟班都没有的人可比,并且范伦奇向别人要钱使要亲自出马,更可笑的是,当他要不到钱时会搬出警察来压对方,种种迹象表明,范伦奇只不过是个打着黑手党棋子的小混混而已,克莱昂做事果断而决绝,他想通之后立刻出手,在角落中将范伦奇枪杀,不出所料, 没有黑手党同伙为此寻仇,甚至连警察都懒得管这种案件,没过多久,这桩案子就不了了之,此后,维托克莱昂成为这块区域的新主宰,人们逐渐发现,克莱昂强大,却讲理,出手果断,却待人亲和,他非常愿意帮助街坊邻里,给他们解决难题,或者作为中间人帮他们调停,且非常公道,久而久之,克莱昂得到大家的认可,势力越来越大,当老克莱昂予以成之后, 带人回到西西里,找到曾经杀害他父母的仇人,当他用刀子划开对方胸口时,眼中尽无丝毫怜悯和不安,又过了十多年,维托克莱已经成为纽约五大黑帮家族之首,人们早就开始尊称他为教父,直到第一部贩毒事件成为导火索,纽约五大黑帮开始内耗, 迈克克莱昂临危受命接过父亲的大妻,并把家族生意做得更大,于是故事又来到了这一步,距离迈克成功尚未已经七年了,当年迈克答一妻子凯,在五年之内把家族生意彻底洗白的话还在耳边,可如今,只能沿着这块巨大的黑色泥潭行走,并越陷越深,迈克一直进行着努力,可复杂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 各大家族的利益,不允许他转变方向,在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迈克无力抗争,虽然他加大了正经生意的比重,不断地参加募捐活动,主动接触社会名流,并有意向政府官员示好,可黑白两道似乎都不接纳他洗白的想法,与他谈话的政府高官若无其事地摆拢着桌上的摆设,请注意,他把炮口调整的方向正式对准了迈克,其中的碍玉不言自明, 想得到白道高官的认可,还很遥远 这时,本部的几个重量级人物开始上线,首先出场的人叫做海门罗斯,这是美国黑帮中为数不多的大鳄 迈克接见了罗斯派来的代表,从二人谈话中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消息,就是迈克想把家族事业扩展到东部的迈阿密,而这必须得到罗斯的认可或帮助才行 而罗斯的代表所传达的意思是,老板很乐意帮助迈克这次东京计划,表面上看,科良家族和罗斯家族很亲密,可双方都很清楚,帮派之争在所难免 其后,一个重要人物叫做潘坦居利,克莱门扎已经退休了,如今潘坦居利已经全面顶替了他的位置,这是外部最重要的意志力量 当年,克莱门扎和老教父包括迈克都是死打,几十年来铁打一块从未产生过间隙,这也是科良家族虽然经历了几次风雨,却依旧不倒的重要原因 可潘坦居利明显不如克莱门扎好用,他一直强调手下的兄弟如何被海门罗斯的手下欺负 如果不是看在迈克压着的话,早就和罗斯翻脸了,言下之意很有拉出去单干的意思 这下我们预示着,克莱家族的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 这次,迈克遇到挑战,比当年老教父那次还要巨大 接下来的刺杀事件,一下子把整个矛盾激化到了顶点,同时也让迈克心碎 就在迈克要睡觉之前,有杀手在窗外进行扫射,这种情况几十年来还属首次 科良家族核心区域港少林立,如果不是有内鬼事先做好了安排,外人不可能混进来 这说明家族内部中,一个有话语权的人叛变 可这个人是谁呢? 教父三部曲呈现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家族概念 不论是老教父时期,还是迈克掌权期间,他们都是把家族利益放在首位 是家族成员为己出 这其实也延续了意大利西西里的风土 不论遭遇怎样的外部重创,家庭永远都是温暖的 回到家庭中,就会治愈那些痛苦的创伤 可如今,家族中明显有攀谈拘力,想要搞分离 暗中有内鬼搞暗杀 家族内部矛盾使迈克陷入了焦虑之中 迈克经过判定后,首先认定罗斯是自己的敌人 因为这两大帮派之间的外部矛盾 以罗斯制衡,只要出手就是要命的死招 可罗斯勾结的这个内部成员是谁呢? 很有可能是二哥佛雷多 因为杀手最后死在二哥的住宅旁 也是二哥第一个发现的尸体 极有可能是佛雷多杀人灭口 但这只是怀疑 不到证据确凿之时 迈克还是不相信二哥会出卖家族 同时呢,家族要发展要洗白 这些都是迈克需要考虑的问题 于是,迈克深思熟虑之后 开始了行动 第一步,拉拢政府要员 黑道拉拢白道人物的方法也很特别 不外乎威胁利诱 当初用大炮模型指着迈克头部的那个要员 很快就被诬陷 在他房中的女招待被杀 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杀人凶手 这时,黑根出面解决了难题 要员感激不尽 所以成为柯良家族的铁杆支持者 第二步,假装和海门罗斯示好 迈克亲自登门拜访 并表示暗杀自己的人就是潘坦拘力 这是一颗烟雾弹 目的是试探罗斯的行动 第三步,会见了潘坦拘力 向他说明这一切都是罗斯从背后操作 并允许他可以放手和罗斯的手下在纽约开战 迈克要看看潘坦拘力到底是不是背叛了家族 第四步,接收罗斯的邀请 前去古巴商谈生意 此行目的一来呢 确定想要扩建正规生意 二来趁机找寻真正的内鬼 可是,临行前,潘坦拘力却出事了 他在一个酒吧遭到罗斯手下暗杀 而暗杀者却说是从迈克指使的 结果,潘坦拘力没死 这样,他在心中就仇视上了迈克 伺机报复 在古巴,罗斯企图让各大参与投资的帮派 把资金投给古巴政府 并示意迈克,柯良家族最少要投资200万以上 可是迈克却发现 目前古巴政局不稳 反政府游击队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逐渐升级 他觉得把钱投在古巴并不明智 可是,罗斯却一改往日和善的笑脸 表现出极强的铁腕态度 在古巴,如果迈克不合作 恐怕不会活着回到美国 就在这时 二哥弗雷多带着钱也飞到了古巴 可在晚间 大家在娱乐场快乐时 弗雷多却说漏了嘴 他说自己和罗斯的手下曾经来过这里 而话里话外 对罗斯的生活习惯也很了解 可在此之前 他曾对迈克说 自己并不认识罗斯和其手下 如此看来 弗雷多就是内鬼 这次古巴之行 就是罗斯设下的陷阱 可是像猎豹一样的迈克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先一步下手 派出刺客暗杀罗斯 尽管只是让罗斯受到重伤 并没杀死 可已经起到了作用 因为罗斯昏迷期间 无法下达指令 就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迈克的家族飞机已经到达古巴 随后 迈克揭穿了二哥 但并没有下杀机 而是让弗雷多跟自己一起回美国 可是心虚的弗雷多慌张地逃走了 在古巴这一战 迈克大获全胜 既找出了内鬼 又挫败了罗斯的计划 并让罗斯成为被政府监管的目标 可是 又有新的事情 接踵而至 在罗斯幕后操纵之下 潘坦居利的手下出庭指证迈克 就是黑帮教父 但是 这个人地位太低 和迈克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于是 矛头指向了潘坦居利 而潘坦居利 依然以为上次自己差点被杀是迈克 派人做的 于是答应了出庭指证 在听证会上 潘坦居利却发现 他的亲哥哥就站在迈克的旁边 并向他做出奇怪的表情 潘坦居利明白 自己的家人和哥哥家人 已经被柯梁家族完全控制住了 只要自己乱说 则会给家人们带来杀身之火 于是他临场翻供 完全否认了柯梁家族的犯罪事实 迈克又度过了一次危机 正当我们觉得狂风大浪肆虐的也该差不多了 可谁知还有更大的打击 正等着迈克 这一次给他重重一刀的是妻子凯 如今凯对迈克彻底的失望了 他爱迈克 但是他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是一个犯罪 是一个黑手党头领 迈克给他的承诺早已成了往事 凯决定要离开丈夫 他要带着孩子们离开这个家族 去过平静的生活 迈克当然不同意 他们二人激烈的争吵着 迈克觉得妻子并不理解自己的苦衷 自己已经付出了所有去改变 去洗白 可是人在江湖 事情的走向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够掌握的 然而自己最爱的凯却不理解 开始他以为凯的这种过激做法 是由于刚刚掉的孩子导致的 可是当凯说出孩子是他故意打掉的时 迈克终于爆发了 在面前出现各种困难都能做到无动于衷的迈克 这一次却激动无比 他完全失去了理性 情绪已经失控 凯是他最最重视的人 可从此 他们将分道扬镳 失去了家人的支持 迈克陷入了伤痛之中 可坚如铁石的他 绝不会被这些事情所击倒 贫富心情之后 迈克立刻打出了最后的重拳 罗斯攀坦之力 佛雷多 一个也不能活 只要是自己的敌人 就要以死相平 看到二哥被枪杀在小船上 迈克再次陷入了深深的伤痛之中 他忽然想起多年前父亲的生日宴会上 自己提出参加了美国海军事 遭到家庭成员一致的反对 只有二哥伸出了友谊之手 可如今自己却派人杀死了二哥 当年的迈克意气风发 当他听到老教父和黑根等人 在替他考虑未来时 一幅不屑的表情浮现在脸上 他的未来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安排 他有信心可以独自掌握 可如今坐在权力顶峰的他 却连自己的亲人性命都掌握不了 家族的发展他也无法控制 最爱自己的人纷纷离开了自己 他孤独地坐在椅子上 或许每个坐到这把椅子上的人 都是孤独的吧 短期晚 教父三部曲步步精彩 最后一部讲述迈克慕年的故事 当迈克到了当年他父亲的年纪时 又会发生什么呢 会和老教父一样 成功地培养出继任人进行延续吗 同样伟大的两代教父 身上会表现出什么不同呢 敬请关注教父系列的最后一部 好了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宣像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会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和人生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